米可白惊传引狼入室爆垒直播!男粉丝事后翻脸扬言公开私讯连照片也不放过! 台湾女星米可白,原本是儿童台的葡萄姐姐,可爱幽默的说话风格和大咧咧的个性,让她非常受粉丝欢迎,转战戏剧圈和综艺节目,都有亮眼表现,不过日前她却素颜直播,爆垒哭诉自己引狼入室,对方还枪声要公开所有私讯,让她吓得感动。 广告,竟继续网下阅读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米可白一开始经营脸书的时候,有请一名男粉丝帮忙管理,没想到对方后来竟然得寸进尺,不断骚扰她,甚至威胁要买苹果手机给她,不然就要公开一切资讯,让她抄网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原本这名粉丝管理员做得好好的,然而后来却会用她的名义随便留言,像是先前权力老板提到加薪仪事,对方也用米可白的名字参与讨论,让她心觉事态不对。 多次警告对方,数了男粉丝不听劝告,竟然还扬言要在脸书公布她电话及私讯内容,昨天还要求买苹果手机给她,她才决定直播公开恶行。 广告,请继续网下阅读。 不过米可白在直播中表示,她曾寄信给脸书的总公司,希望可以撤出该管理员的权限,把她踢出粉丝团。 不过至今却没有收到回信,目前虽然和经纪人已经报警,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,有粉丝就建议,钱粹关掉粉丝团另写炉灶。 但她却说这样所有按赞都要重来,最好是这名管理员能自行离开她的脸书,不要再乱来。 消息传出后,让很多粉丝都超心疼,纷纷留言,真是太过分了,竟然有这种人,为什么脸书都不处理? 那一定可以挺过去的,加油阿美玲。 好扯啊我,不要生气气了。 不过就在不久后,直播控诉的影片也遭到删除,让她超傻眼,希望警方和脸书可以进入处理这个烂摊子。 好夸张,怎么会有这种粉丝啊?参考来源。